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最近天气实在是太闷热了 好想吃冰淇淋 可是又怕吃太多而变胖了 所以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一道比较健康的冰淇淋食谱 可以解馋 也可以减低罪恶感哦 今天我们要来做巧克力香蕉冰淇淋 主要的食材有 黑巧克力 可可粉 蜜糖 香蕉 花生酱 杏仁奶 香草精 盐 还有我们的神秘食材 饿里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会列在说明框中 那咱们开始做吧 首先将黑巧克力放入小铁锅中 然后在另一个大锅中加入水 开大火将水煮滚 水滚后转小火 然后将小锅放在沸水中 用汤匙慢慢搅拌直到黑巧克力完全融化 黑巧克力完全融化后就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取出饿里 用刀子在种子周围做纵向切割 扭一扭就可以将饿里分开了 用汤匙将果肉挖出 然后将饿里的果肉放一旁备用 取出搅拌机 将全部食材一一的放入搅拌机容器中 盖上盖子 搅拌直到顺滑 取出冰棒模具 将搅拌好的食材倒入冰棒模具中 放入冰淇淋棒 然后将模具放入冰格至少9个小时 最好是放隔夜哦 放隔夜后 从冰格将冰棒模具取出 倒温水进杯子 然后将模具放入温水里 这样比较容易取出冰淇淋 冰淇淋取出后就可以尽情享用了 顺滑的冰淇淋 加上浓浓的巧克力和香蕉味 真是太完美了 而且你完全感觉不出有添加了恶离哦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冰淇淋食谱 喜欢的话请点赞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请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